今天,我将要向各位介绍一个超棒的Photoshop插件 它利用Stable Diffusion作为基础 名为StableArt 这是一个完全免费的开源插件 专门为Photoshop设计 利用稳定扩散 您将会看到这个插件不仅安装超级容易 而且功能强大的惊人 这个影片除了教如何安装 我也会教两种非常有用的应用场景 影片制作不易 还没订阅的朋友请记得订阅Let's Go 在安装任何插件之前 我们需要在Web UI使用者P字档案中添加一个参数 以便插件能够连接到我们本地的Stable Diffusion安装 如果有用我的视频懒人包安装的Stable Diffusion 您可以打开这个启动器 然后在这个Additional Launch Option这里输入API 然后按储存就完成了 如果没有懒人包安装的朋友 您只需在Web UI使用者P字档案上按右键 然后用记事本打开 在设置命令列引数中 您将键入API 然后点击保存 这样一来 这个小参数就能让插件连接到 真正的Stable Diffusion 通常您需要在您的电脑上 安装正版的Photoshop 才能安装这个插件 因为您需要将Photoshop更新到最新版本 好消息的是 我将向您展示 如何在任何版本的Photoshop上 安装这个插件 实际上非常简单 您只需点击下面描述中的连结 您将来到这个页面 然后向下滚动 直到看到下载KX档案 然后您会点击这个小连结 这将会把一个CCX档案下载到您的电脑上 接下来 您要做的是按右键单击 然后单击重命名 您将把CCX扩展名改为Brow扩展名 然后 我们将使用Winner解压这个档案的内容 所以您需要只需按右键单击 然后单击提取到StableArt 现在我们有了一个全新的资料价 如果我们进去看 您会看到一堆档案 这些都是让这个插件运作所需的档案 因为您现在要做的 只是选择这个资料价 按Ctrl-X剪下它 然后您要进入您的Photoshop安装资料价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文件夹的位置的话 你可以点击开始 然后搜索Photoshop 点击右键选择打开文件位置 当它打开了之后 找到Photoshop的快捷键 然后重复点击右键 再次选择打开文件夹位置 找到Plugin这个文件夹 现在您需要做的 就是把资料夹粘贴到这里 完成 我们已经完成了插件的安装 就是这么简单 现在您需要做的就是启动StableDiffusion 等待StableDiffusion完全启动 然后您将选择这里的本地URL 按Ctrl-C复制它 然后您将启动Photoshop 接下来 您将在Photoshop中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在插件中 您将看到一个全新的StableArt选项 如果您单击它 您将在这里看到StableArt Photoshop插件面板 要使用它 别忘了将您的本地URL复制并粘贴到此处 正如您所看到的 现在您可以访问安装在您的StableDiffusion with UI 文件夹中的所有StableDiffusion模型 然后您将看到一堆选项 您都知道StableDiffusion Web的选项UI 您将有提示 您可以有副提示 Seed 取样器 步骤 CFG比例 然后您还可以选择多个模式 包括文TextToImage模式 ImageToImage模式和Impend模式 还有我们看看Advanced Settings这里 这个设定是您可以选择一次性生成多少张图片 我就把它保留预设一次生成四张图片 Resize就是您要承产多大像素的图片 如果GoDisable的话 就是保留预设的512乘以512 我这里把它Upscale去1024乘以1024 然后如果勾选这个自动储存 生成的照片就会自动储存在电脑 好 接下来我们要展示的是 让我来解释这个外挂程式是怎么运作的 我们先从ImageToImage模式开始 并产生一张图像 首先 不要忘记选择模型 如果保留预设 就会根据你在Web的数值 这里例子我会使用TripMix VR模型 然后我会写下我的提示 输入副相提示 选择取样器 步骤 CFG比例和要生成的图像数量 我会把它设置为4 接下来 我要在画布上选择我想要生成图像的位置 我的例子是我按Ctrl加A全选整个画布 最后点击生成 就可以看到已经生成了四张美丽的图像 你可以从外挂程式面板中选择其中一张 如果你不喜欢这四张图像中的任何一张 你可以再按生成 完成生成后 我们再看里面有没有自己满意的 在这四张里面 如果我比较喜欢这张的姿势和背景 然后我要把它变成更加你真人 这个时候我把基本模型换成TilloutMix 然后使用Image to Image模式 再按生成 完成后 再看自己满意不满意 如果不满意 你也可以点击生成更多按钮 生成四张额外的图像 而且很棒的是 之前生成的所有图像仍然会存在 这一位主 如果你在生成四张额外的图像后改变了主意 回去看之前生成的图像 你可以决定哪张图像其实是最好的 而且所有这些图像仍然都会在 这真的很酷 接下来我要介绍Inpainting模式 选择了一种比较满意的图像之后 如果我想换一张脸 这个时候我就选择Lasso 2或者按下L 然后把脸画起来 然后再按生成 如果结果还是不满意 我们可以再按生成更多 尝试到你满意位置 在Photoshop生成美女照片的好处是可以来回选择你喜欢的照片 不满意的还可以修改提示辞职到你满意位置 这真的非常的酷 还有您可以很直观的比较之前的照片和之后的照片 大家可以试试看 虽然这个外挂程式目前还不支元修复模式 但是接下来我教您你一个小技巧 让你可以使用Photoshop将两个美女图像合并在一起 首先我们要生成或者准备两个不同的图像 比如说这两张 现在我们有两个不同的图像在两个不同的图层上 我们要选择它们右键点击 然后合并图层 它们现在被合并成一个单独的图像 然后你要创建一个新的图层 选择你的笔刷工具 然后开始在这两个图像之间进行绘画 我们要选择存在于这两个图像边缘上的颜色 开始涂鸦之前会弹出一个窗口 需要按OK把图像删格化 现在读取最靠近图片的颜色 然后开始在边缘图下去 例如在这里可以看到蓝色天空的颜色 所以我要使用吸管工具 读取一些蓝色的颜色 然后开始绘画 确保将笔刷的硬度设置为零百分比 然后开始在这两个图像之间绘画 试图将它们连接在一起 然后在中间这里我要选一些青色草丛的颜色 然后在上面绘画 然后在下方我们要选一些灰色的颜色 代表是马路 然后继续绘画 接下来我们要复制一个紫图层 所以按Ctrl J 或者点击右键按下Copy a new layer 同时把最上方的涂鸦图层关掉显示 选择了下面两个图层 然后按Ctrl加E 现在让我们将这两个图像合并在一起 我们要把涂鸦的部分选择起来 再用Inpainting来绘制中间连接的部分 那如何把涂鸦的部分选择 你只需要把最上层的图层按下Ctrl加右键 就可以把涂鸦的部分选择起来 我先把天空的部分先Inpainting 所以我用Quick Selection Tool或者快捷键W 再按下Subtract from Selection 把中间至下面的选择去掉 保留天空的选择 然后我们要修改我们的提示 我写下Beautiful Spy 选择Inpainting模式 稍微调整噪声强度 大概7-9之间 然后点击生成 生成好后选择最接近背景的图像 我们再继续Inpainting天空区域 这时候我们扩展一些选择区域 这样的话天空的细节会越来越清楚 同样的 我们选择最靠近背景的图案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用在中间和下面的区域 下面区域你可以把提示词换成Beautiful Street 由于片长的关系 我就加快速度播放 如你所见 它现在生成了一个介于这两个图像之间的中间图像 这都归功于我们的着色 因为Stable Diffusion将这些颜色作为基础 然后将它们转化为更加协调的颜色 虽然这些不是完美的 但这些绝对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以后不久将来一定会更加进步和完美 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图像 我们现在可以将图层光乍画 选择橡皮擦工具 然后开始擦去图像 以使它们完美地融合在一起 现在你拥有了这个图像 你只需要再次将全部图层合并 然后再次选择要更改的图像部分 然后再次点击生成 以生成更多图像 接下来我会重负同样的动作 为了你保贵的时间 我会快速地播放 不想看的朋友可以直接跳去后面看结果 我们下期再见 终于完成了 如果继续inpainting可能效果会更好 不过由于时间关系 我就不继续了 如果这个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记得按赞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线 拜拜